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,其中的人和,很大一部分指的是当事人的聪慧程度,一个聪明的人,再搭配上一定的时机和环境,那他取得成功,就是十分轻松的事儿,这就是所谓的谋视在人,暗示聪明相的几个迹象,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聪慧程度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,聪明的人都有什么面部特征呢?额头饱满圆润,额头,就是古人认为的天庭。 苏语中,用天庭饱满,地隔方圆来形容一个人面容端正,大气,那些额头比较饱满的孩子,又被叫做背楼头,且大人们都认为,这样的孩子往往都是比较聪明的,除了过去人的生活经验,从科学角度来讲,也是有相关理论来支撑的,一般人的额头分为三个部分,分别是支配智商和思维能力的前额,支配记忆能力的中额,还有支配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的下额,如果孩子额头饱满,那么就说明, 孩子的智商和思维能力很好,记忆力和分析能力也是很高,也就是我们都喜欢的聪明孩子,眼睛明亮有神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从孩子的眼睛表现,就能看出来孩子是否聪明。 有的孩子眼神无神,并且显得有些吃顿,而有些孩子则眼睛总是咕噜噜地转,仔细观察身边的事物,眼神有光,并且看人时十分专注。 这样的孩子往往精力比较旺盛,头脑灵活,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比较强,这也恰恰说明大脑发育得不错,耳力灵活。 有的孩子听感十分灵活,周围有什么动静,立马竖起小耳朵仔细聆听,这样的孩子往往具有很好的听力,观察力也一流,还会通过听力和观察力配合上自己的行动力,聪明尽十足,纯红齿白,纯红齿白往往更多地形容一个人的面容交好,是高颜值的象征,但这可以作为孩子聪明的标志。 嘴唇红润的孩子,身体内气血会很充足,精气神旺盛,这样的孩子会更加有探索精神,大脑运转飞速,自然就很聪明了。 天资聪颖的孩子,更需要爸妈后天的作为,所谓相由心生,即使是在聪明的孩子,后天也需要爸妈的正确教育和引导,才能让这些先天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一个人的成功,并不是仅仅靠天赋就行得通的,后天的努力往往占据了更大的决定成分, 所以对于后天的教育,爸妈要给予正确的引导,重视家庭教育,重视孩子心理问题,不强迫,用积极的态度来培养孩子的兴趣。 对于那些聪明像的孩子,爸妈也不要过分自信和骄傲,过早地扣上天才的标签,只会让孩子原地踏步,某一项天赋特别突出,有的人擅长数理,有的人擅长文学,有的人擅长交际,有的人擅长布局,不同的人,有不同的优势和天赋。 关键是,我们能否挖掘自己的优势和天赋,让自己的优势和天赋变得愈发突出,增强自己的社会竞争力,挖掘天赋和优势的第一步,就是重视长板效应,从人生的最长大块板入手,去培养自己的核心素养。 一般来说,有核心素养的人,财富自由不成问题,对任何事都有着极强的悟性,有很多东西都只可意会,而不可言传,正如佛陀所言,智慧不可传,佛陀讲了一些道理。 可并非所有人都能听得懂,都能顺利吸收,举个例子,别人说,知识是可以进行变现的,有的人一听就知道路在何方,而有的人依旧迷茫不堪,这就是所谓的有悟性和没有悟性。 因为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同,父母遗传下来的基因存在差距,所以每个人的悟性也存在差距,思维逻辑特别敏锐,老板经常在公司强调,公司很好,大家要把公司当成家,努力干活,那你会想到什么? 老师人会想到,继续加班,实现自己的梦想,聪明人会想到,老板越是强调什么,越是缺乏什么,越是强调公司很好,越是说明公司并不好,只是互有员工来卖命而已,人在江湖打拼, 首先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思维逻辑敏锐度,千万不要被万事万物的表面现象所欺骗,否则就特别容易被人割韭菜,有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知力,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差距都是认知二次造成的, 有的人在13年的时候炒房,赚得盆满钵满,直接就起飞了,而有的人在23年的时候买房,直接就负债累累,房子还愈发不值钱,问题就来了,都是买房,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? 因为行情是存在周期的,就跟春夏秋冬一样,你在春夏的时候播种,跟你在秋冬的时候播种,本质是不一样的,懂得安身保命的智慧。 在汉初三节当中,结局最好的是谋圣张良,其次是丞相萧和,最糟糕的是大将军韩信,都是刘邦的得力助手,为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结局呢? 张良第一时间选择隐居,萧和,懂得自污,装傻充愣,唯有韩信依旧各种躁动,由于被刘邦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,懂得安身保命的人都很有智慧, 而不懂得安身保命的人,在情商这方面还是差了一点,有智商而缺乏情商,依旧是鲁莽的表现,永远都心存自知之明。 老祖宗说过,聪明总被聪明误,人贵有自知之明。 这两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,那些看似聪明的人,由于缺乏一定的自知之明,所以他们都会做了蠢事,不仅耽误了自己,还自惹其祸,人生在世,聪明一辈子,这是谁都做不到的,但可以永远保持清醒。 而保持清醒的前提,就是心存自知之明,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是什么人,就做什么事,切勿鉴阅,懂得用上帝视角去看待问题,当我们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世道人心,就会发现世道复杂,人性险恶,如此,就免不了会抱怨。 当我们用上帝的视角去整体地俯视这个世界,就会发现,每一个独立的个体,都在根据自己的意愿,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,所以无数人都自私,以至于各种矛盾,冲突,战争,层出不穷,看待任何的问题,都不要以普通人的角度看待。 因为普通人的视角是狭隘,无知和愚昧的,唯有以宏大的上帝视角观察,才能彻底摆脱狭隘,无知和愚昧,不仅懂得顺向思考。 还懂得逆向思考,有一个名词,逆向思维,99%的人都只有顺向思维,而缺乏逆向思维,什么是逆向思维呢? 以某一点为结论,去到推过程,举个例子,你去药店买药,药店销售员推荐你买这款不知名的药,如果你按照顺向思维,就会听别人的话,买这款不知名的药,如果你按照逆向思维,就不会去买逆向思维的逻辑,知名的药成本高,售价市场价,商家赚不到钱, 所以不推荐,而不知名的药,成本低,效果差,售价市场价,商家特别赚钱,所以大力推荐,其他问题,也以此逻辑去思考,你会发现,这个世界的潜规则,超乎人质想象,聪明人通常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环境和新挑战,他们也能够处理复杂的问题,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,如果你拥有这些特征,那么恭喜你,你也是一个聪明人,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,那么不要放过与他们交流的机会,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,对于那些想要变得更聪明的人来说,建议你提高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保持专注力,注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,学会学习和探索,以及拥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,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,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聪明人, 最后,不管你是不是聪明人,不要忘记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,不断地学习和探索,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,你认为聪明人有哪些其他的特征?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